穿着蓝色连衣裙的富人 朝正要上车的金发女同学攻击 狂扒了好几下 甚至拉扯头发 女同学吓得不断尖叫 车上其他乘客见状 马上下车要帮忙 其中一名国小生 上前阻挡推倒富人 避免他继续上前 事情就发生在台中雾峰区 中心内行街口 11号早上7点多 一名女大生要搭公车上学 却无故遭到情绪失控的 陌生富人攻击 被扒了好几下 幸好当时有其他乘客帮忙 富人才没有继续上前 当时女大生说 其实在她上车之前 这名富人就出现了失控的举动 不止大生叫骂 甚至有拿雨伞 攻击其他学生 提供其他乘客给我的画面是 她在公车上的时候 也一直吵 就是其他的年轻的学生同学 像是拿雨伞去 抽那个男同学的头 女大生说这名富人 一直都是锁定年轻人攻击 她已经不是第一位受害者 所以决定要提告 希望其他人不要再受害 警方表示当时到场 已经有多名热心民众帮忙 控制富人的行动 事后也将依伤害罪 含送法办 并且会在当事富人的住处附近 加强巡逻 避免类似的状况再发生 TVBS新闻实力繁重 医疗反应台中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